打开微信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嫌 按照咱们开箱的节目惯例 在本期介绍主角前有几个时间点要先简单了解一下 1972年首代思域诞生 问世之初它便是一辆两箱三门的小车 1997年基于第六代思域打造的思域太宝儿横空出世 同样是款两箱先辈小车 2017年4月第十代思域的太宝儿版本 用7分43秒8的单圈成绩 刷新了当时纽北赛道的前驱车圈速记录 在整个圈速榜单上 与保时捷997代911GT3RS仅有不到一秒之差 最速前驱车的称号实至名归 思域经历时代车型的演变 到现在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从它辉煌的进化历程可以发现 从初代思域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FK8太宝儿 自始至终 两箱车型才是思域的传承经典 始终保持着年轻运动 值得令国内车迷高兴的是 国产两箱思域也终于要在今年年内上市 似乎官方也知道 买这辆车的消费者 没有几个甘愿只拿它来买菜的 为此本田率先打造了一台两箱思域的概念车 来帮大家提前解解禅打个样 相比海外版两箱思域 这台概念车全车黑化 配有红色的前唇和后扩散器 加装车顶尾翼 中置双出尾排 刀锋式19英寸锻造轮圈 红色鲍鱼卡前 划线刹车盘 赛到轮胎 如果官方能把这辆车量产落地 年轻人拿它跑街拿样 那妥妥没问题啊 不过多数的准车主 还是把更多的目光放在真正的量产车型上 根据之前陆陆续续曝光的消息来看 国产两箱思域整体外观 和新款美版车型相近 在轴距与三箱车一致的情况下 整车的长度短了14厘米 浓眉大眼黑化中网 前后均有夸张的包围 短而紧绷的车尾 搭配回旋标四的尾灯 再加上中置双出的粗壮尾排 像足了处在青春期的叛逆小子 执着躁动 并且还有着令人羡慕的朝气与活力 相信买这台车的人 有一半都是被颜值所吸引 而另外一半嘛 基本上都是奔着升级成泰宝去的 根据国产三箱思域和美版两箱思域 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国产两箱车型 车舱整体布局和现款车型大体一致 先背车的优势在于有较大开口的后备箱 后排座椅可以四流放倒 拉拉大件行李绝对没有问题 国产两箱思域将搭载和三箱同款的1.5T发动机 177马力 220牛米 除了CVT无极备用箱以外 还有六速手牌可选 这个手动挡搭配两箱思域 对车迷来说 那真是天生一对的香啊 试问 哪个喜欢速度的年轻人 不想拥有一台牛北神车呢 但无奈咱们国内从未正式引进过泰宝尔 而且拥有一台泰宝尔成本太高 梦想太远 而两箱思域或许能够寄托男孩子们的梦 或许也是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缕曙光 泰宝尔是图腾 他高高悬挂在那里 泰宝尔是哈姆雷特 一千个人心目中有一千种他的样貌 当年轻人动手将爱车一步步升级成自己心中所想时 所倾注的不仅是为数不多的积蓄 还有着那充满朝气与乐观的青葱岁月 昨天的梦想是今天的希望 还可以是明天的现实 或许当有朝一日 男孩子们有能力拥有一台真正的泰宝尔时 摸到钥匙的那一刹那 心中所感谢的 正是那个爱折腾 孜孜不倦 执着祝梦的 自己 o je o je 法